同学们现在开始上课 下面我们讲第二节 预防 中医学的预防医学思想 是非常科学 也是非常先进 首先讲预防的基本概念 什么叫预防 预防是指采取一定的措施 防止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防患于未远 把这个叫预防 孙思苗在千金方里明确提出来 中医学的三级预防思想 他提出上医以胃病之病 说中医以预病之病 下医以以病之病 孙思苗把概括的预防 胃病 预病 以病三类 这个思想和现代预防医学 三级预防的观点是一致 说高明的医生是自卫病 差一点自有病了 就刚刚得病 他还行 早期就发现了 病之初就可以治疗 最次的医生 才自真正已经得了病的病 体现了内经自卫病的思想 第二个问题讲于中医学的预防观念 就是中医学的预防医学思想 中医学的优势和特色 概括为三个字 叫自卫病 一 卫病先防 所谓卫病先防 两次子在没有发生疾病之前 采取各种措施 做好预防工作 防止疾病的发生 我们前面讲的奢生 就是卫病先防的重要措施 卫病先防核心是提高人的正气 提高人的正气 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 这卫病 卫病先防的方法很多 前面我们讲奢生的基本原则 下面是创造的那些方法 比如调解情质 隐私有结 起居有偿 顺应自言 堕裂身体 这在前面我们奢生的原则里头 已经讲到了 除此之外 还强调一个 避其毒气 因为邪气 不仅仅是疾病发生的重要条件 而且在一定的情况下 其对疾病的发生 甚至生命 具有决定作用 因其主张 要想防止疾病的发生 应该采取各种措施 避其毒气 防止邪气的前进 除了这些之外 避自危病的方法 还有一个药物预防 要一方 天花免疫 天花的免疫 在世界免疫史上 是中医学 第一次提出来 用银豆接种牛花 那不是牛豆 西方医学 就是牛豆 咱们中医学 你讲用是银 生的天花的豆 然后用它来免疫 在16世纪提出来 被世界免疫学界 称为世界免疫学的宣区 提出了好多药物预防的方法 比如现在感冒 最近广州出现的非典型肺炎 主张药物预防 用什么清二九度 什么巴兰根 大清液 预防这些 这些都属于 自危病的方法 中医学 积累了许多自危病的方法 具体的方法 将来学习中药学 相关学科 都要应征去 去学习这些内容 掌握中医治疗 自危病的一些 基本的方法 常用方法 这是第一 自危病 第二 叫疾病防变 疾病防变 所谓疾病防变 是指 疾病发生以后 力求做到 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防止疾病传变 和发展 二 疾病方面的方法 第一 要求做到 早期诊断和治疗 就是早期诊治 中医讲 这见微支柱 防患胃炎 这才是高明的医生 就是 善于发现 疾病要发生的征兆 迅速判断 按照中医理论 判断 疾病的演变的规律 它和演变什么程度 尽早地确定一些诊断 在诊断确定的基础上 要尽早地 要求做到 及时正确的进行治疗 这样做的结果 防止疾病的传变 这就要求 我们在理论上 要把理论学通 而且要 长期地经过 反复地进行实践 真正做到辩证论治 非常纯属 在这个基础上 去正确的实施 及时正确的实施 方能做到 达到早期诊断 和早期治疗这个要求 第二 防止传变 就是采取各种措施 制止疾病的发展 特别是向恶化方向发展 在中医历代文献 提出两种途径 一个是阶段 一 就是阶段病学的途径 根据什么来阶段病学的途径 要根据我们前面所讲的 疾病的传变规律 病位的传变 病性的传变 特别是病位的传变 前面我们讲了 说是见肝治病 治肝传疲 这是它的规律 就是肝有病 一定向疲传 阶段 一 及时正确的治肝 不往下发展 这些种方法 二 治疲 提高疲的功能 食肝 尽管它太过和不急 但是它达不到 抑制影响脾的阴阳失调 这样一种程度 切断疾病的发展途径 通过这两种形式 来达到 极端疾病演变的途径 二 就先安未受血之地 实际它和上面是有联系的 往后前面讲那个 健肝治病 脂肝传疲的第二个层意义就是 脾没有病 脂肝有病 是先安未受血之地 在你没有得病之前 先提高你的正气 这就叫做先安未受血之地 但是呢 这必须掌握 按照五 这个是按照五星生科字化规律来的 必须掌握 脏腑五星生科秤乌的传命规律 知道某一帐有病 按照拇指相传 他下一站往哪去 按照冲物相传 他下一个部 他应该到哪 到哪个帐 哪幅 掌握了这个规律 即使他没有下一个被他一直 被他累积那个帐和幅 没出现病变 也要治那个帐和幅 通过各种手段 提高直接受累积 那个丈夫的胜利功能 保证邪其不愿望 这些传病 这个叫做先安未受血之地 这就是疾病防变的方法 胃病先防 疾病防变 集中体现了中医学治胃病的思想 这是中医学治疗思想 一个重大的特色 也是重大的优势 他也提了中医学 说言点也就是例如点 是以人为本 以人的健康为本 而不是像西方医学 以病为本 这也体现了中医学 那个整体观 天地人三差一体 以人为本 中医学的治疗观 健康观和生命观 这种思想 代表了现代医学 是现代的生命科学 的发展方向 现代生命科学 现代医学 已经提出来 世界卫生组织 最近提出来的 医疗的终极目标 也提出来 不仅仅是治病 终极目标是 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 提高人们的生命质量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 终极目标就是治病 这个思想 现代自然科学的 指导下 现代的生命科学 现代的医学 直到20世纪才提出来 近期才提出来 而中医学这个思想 早在秦汉时期 已经完整体系建立起来 它体现了中医学 它的优势和特色 现在就是 现在虽然现代医学 提出来了 应有健康 但是他们 用现代医学 来处理临床问题的时候 应该是以病为准 考虑病的 而中医学 即使在治病过程中 它也实时考虑 强调以人为本 体现了中医学 在治疗学上 在自卫病这个思想 预防医学上 那个独到的优势和特色 这种优势和特色 必须是 贯彻在医疗行为 各个过程中 即使在治疗过程中 也要体现这种 自卫病的思想 用这种思想 指导我们自己的医疗行为 所以学习这节课 中医的预防医学思想 不仅仅是学几个概念 什么叫做自卫病 自卫病的方法 什么叫做疾病方便 卫病先防 都采取哪些措施 至于具体的措施 同学们按照大纲规定 讲的就那么基本的规律 真正做到如何来 胃病先防将来养生学来 进一步详细来讲它 说疾病先防 这仅仅讲个规律 讲个原则 它体现在将来同学们学习 中医的临床课 临床课的学习临床课的作业点 还是自卫病 而不是救病治病 在你对某一个病进行辩证论 也必须体现出自卫病的思想 这样才能真正 你的临床思维 是按照中医的临床思维 按照中医理论 在中医理论指导下 从事自己的医疗活动 到现在这一点为止 我们把中医的养生的基本概念 其中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衰老的概念 衰老的机制 就是有哪些学说 这种学说理论啥意义 那么实践有什么意义 衰老的目的 防止衰老的目的 就是提高生命质量 保证人生健康 使人们能活到自然寿命 真正做到享尽天年 那么要想能够做到这一点 就起到了胃病先防的作用 所以胃病先防的措施 和奢生的措施 它俩是一致的 至于疾病防变的规律和措施 将来的学习诊断学 方济学 治疗学 特别是疾病的治疗学 会进一步来体现 我们在这里 就为今后同学们学习临床课 奠定一个思想基础 建立一个观念 观念 中医学 要想上功 当上功高明的医生 必须自为病 中功之欲病 还不错 刚刚这个病刚刚发生 就被你看出来了 最差那个医生 技术水素最低 叫下功 患者有了病以后 你才想去治疗 把这个思想建立起来 这才是真正的中医的思想 我们接着往下讲 讲第三节 讲自责 一 自责的基本概念 首先讲自责的含义 什么叫自责 自责是治疗疾病 所必须追寻的基本原则 在中医文献上 习称 法则 又称 自责大则 它是在 整体观念 和辩证论治精神指导下 而致敬的 正确反映 治疗疾病客观规律的准生 对临床立法处方 潜药 具有重要的 普遍的指导意 第二讲 自责的含义 自责 又称治疗方法 是指在自责指导下 确定的 治疗疾病的具体方法 要把自责和自责 严格区别开来 自责是指在 自责指导下 他所制定的具体的治疗方法 那么两者有什么关系呢 让我们看自责和治法的关系 自责 它具有普遍性 普遍性 就是对疾病的治疗 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是确定治法的根据 最抽象的 具有一般规律的法则 如果从方法论 具体方法而言 它具有方法论的特征 而治法 是在 自责的普遍性的指导下 治疗疾病的具体方法 表现为特殊性 个性 治法是重属于 自责的 是根据自责来确定 具体的治疗方法 所以 它从方法来说 是一个具体的手段 措施 而自责是原则 在这个原则指导下 采用的具体的测试 这就是自责和自法 它们之间的关系 同学们学习这两个概念 严格区分开来 在中医历代文献当中 常常 自责和自法 混称 那么 在阅读这种文献的时候 就要注意 看它讲是从总体上 讲 治疗一般规律呢 还是指 治疗某一个疾病的 具体的方法呢 根据当时 的语境来确定 来界定它属于自责 还属于自法 第二 讲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 就是自病 我们的重点 这一节讲自责 自法将来同学们 在学习中药和防疫的时候 以及临床各个 进一步去学习 第一讲治病求本 治病求本 可以说 既可以说 它是中医治疗疾病的 一个基本原则 也可以理解为 它是中医治疗疾病的 一个基本观念 或者说 基本的治疗思想 首先 一个讲本的含义 什么叫本 是指 自病求本的本 它有 有狭义和广义的分 狭义本 仅仅是指病原而言的 比如我们在 讲外感病原来说 讲那个 疫气 也就是利气 追求病人 找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 广义的 广义的 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 治病求本的本 是指疾病的本质 它包括疾病的病因 病边的部位 疾病的属性 和疾病的发展趋势 要求疾病的病因 病畏 病性和病逝 最后抽象出来 就揭示疾病的本质 所谓本是这儿 什么叫求本 求本的含义 求本就是探求疾病的本质和根本 本质和根本 它有两个含义 一 追求探求疾病发生的 最根本的原因 病原 二 最重要的 在中医治疗求本 是指探求疾病的本质 在中医历代文献中 对中医这个求本 有不同的意识 不同的意识 第一 就本于云阳 所以治病求本本于云阳 在内经里面 首先建立这样一个思想 内经反复强调 治病求本 这句话第一次出现 我们多过在课堂多次说几次 在阴阳相大论里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史 万物之刚技 治病病求疾病 建立了求本 就是求阴阳 本于阴阳 所以内经讲 说仅差阴阳之所在而调之 以平为起 第二种学术观点 这个本 本于病因 在周沈代 沈代艺书里面明确提过 治病求本是本于病因 这是第二种学术 第三种学术 张景岳在简案圈书里的 在传宗录里的明确提出了 所谓本 治病求本 本于表里含日虚实 八纲六遍 他提出六遍说 求什么呢 求表里含日虚实 然后病畏 病性 病事 病因 到了明大以后 还有的 这个学者提出来 治病求本本于什么呢 一种病毒就明确提出了 本于脾肾 本于先天和后天 从藏相学说 最后 从命门学说 提出来以后 又有的学者提出来 中医所说的治病求本 是本于身一身扬 命门 为生命之门 命门的真火真水 也就是渗阴渗阳 为阴神诸阴诸阳之本 因此 所谓治病求本 就是本于渗阴渗阳 综合 历代的文献 历代的学者 对治病求本的认识 他们都是 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 有的从 规律一般的原则讲 有的从 兵因讲 有的从 基本的本质讲 有的从丈夫讲 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 治病求本 所谓求本的内涵和外液 随便提出来 不同的上述一些 不同的学说 本质上 实际上就是本因阳 这就是求本的含义 那么重点掌握 要掌握本于阴阳 至于说脾肾和肾阳 最终海骨阴阳 结实疾病的本质 落实到非常具体上 具体 那么这个定义 探求疾病的本质 本于脾肾 那么最后还要揭示出来 脾肾的阴阳失调如何 那么肾阴肾阳 阴阳是要揭示 肾的功能失调是阴阳 胜衰虚实 所以本质上还是解释阴阳 第三 讲讲治病求本的意义 为什么要治病求本 它有什么重要意义 治病求本是指在治疗疾病时 必须探究疾病的本质 并针对其本质进行治疗 是中医治疗疾病的根本原则 对其他治疗原则具有重要的指导 这为什么要强调治病求本 中医讲辩证论治 审证求因 最终就是揭示疾病的本质 而辩证论治的精髓就在于 从根本上来对疾病进行治疗 治病求本包括求本和治本两个方面 求本和治本是辩证论治精神的具体体现 大家看这个示意图 求本 这探求疾病的本质 揭示出疾病的病因 病位 病性 病逝 和行政关系 这辩证的结果 就是要 求出这个本来 通过辩证这个过程 最后 以正后这个形式表现出来 来揭示症后上反映的病性 病位 病性 病适 和协政关系 也就是说揭示症后的病基 辩证的结论 推出辩证结论过程 就是求本的过程 那么根据辩证的结论 解释了疾病的本质 本求出来了 那就要治本 治本 如何来治本 中文一讲 我们在第一章就讲 辩证论治 那么不论什么疾病 最后都要追求出 它的症后 通过症后来体现 制定具体的治疗方法 那么体现为 症同志同 正义之义 它包含了同病意志 异病同志这样的思想 具体处理方法 那最后落交点 针对症后而治 那么就是针对疾病的本质进行治疗 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我们前面讲 第一个学校提出来 本 求本 是本因阴阳 因此 警察阴阳所在而挑之一瓶为奇 这一般的规律 这个过程 就是治病求本 所以张景耀在这个 景耀全书传宗里有个求本论 大家有经历的同学可以念念 景耀全书的传宗里里的求本论 他讲说治病之法 尤为求本为要守 只取其本 则死我生诸病 无补水本解退 就强调从根本上来对进行治疗 疾病进行治疗 根本解决了 其他的都可以应应而解 下面讲第二个原则 叫伏症确协 治病求本 是中医治疗原则当中一个最重要 也体现了中医学的治疗观 首先讲伏症确协的概念 一 什么叫伏症 伏症是应用补法 辅助正气 提高机体 抗预和驱逐病邪的能力 第二 什么叫确协 应用泄法 确除病邪 以消除或者血弱 病邪对机体的损害 第三 什么叫伏症确协 伏症确协是指应用虚者补之 实者谢之 以解决邪症的矛盾 除此疾病相遇 定义 对伏症确协和伏症确协 进行定义的时候 我们把它的属都省略了 它属于治疗 如果把它属算上 那就说所谓伏症 是指应用补法 辅助正气 提高机体 抗预和驱逐病邪的能力的 治疗原则 就应该这样来表述 那么我们在新闻课中 可以把属省料 在同一个学科里面 定义它的时候 就记住 千万不要把它理解为 治法 治法和治疾 不一样的 缺协 服症 服症 服症确协 都是一般的治疗原则 在它的指导下 还可以制定许多具体 治疗方法 第二讲应用原则 就如何应用 服症确协的原则 根据我们前面讲的 中医学的疾病发生的 基本原理的协证交证 窃协是解决病学的问题 服症是解决正气的问题 那么服症确协 体现了协证交证 这个基本思想 因此 服症窃协这个原则 就是要正确处理 协证之间的矛盾 那么具体的运用过程中 如何来正确处理 协证之间的矛盾呢 有两条 必须遵循的 原则 一 要辨别虚实 也就是说 辨别清楚 协证之间的关系 是 一般来说是单纯的虚证呢 还是单纯的实证呢 还是虚证和实证 同时存在呢 虚实加达呢 前面我们讲病基 讲协证送衰的讲过了 那么结合 前面讲协证送衰的 基本病理之一的 知识 那揭示出来 病变的本质 疾病的 协证送衰的本质 那么如何来处理它呢 就是正确地用用 辅证缺协这个原则 来指导 解决 具体的协证之间的关系 所以第一 必须辨别清楚 是虚 是实 还是虚实加达 还是虚实的真假 搞清楚 在这个基础上 根据我们前面讲 中医学那个基本 发病的基本原理 协证交证 根据这个原理 多表现为 虚实加达 即使单纯的虚 单纯的实 也要正确 从协和证两个方面 来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制定具体的治疗方法 因此 第二个原则 就必须分清主持 所谓分清主持 就是判断协证之间的关系 表现为并级上 是虚和实 一 在虚实加达的情况下 虚和实 输清输重 输主输从 分清主持 二 单纯的虚 单纯的实 我们都强调 是以正气虚为主要矛盾 在扶证的同时 也主要考虑 实 邪气 那么 实是以邪气 实为主要矛盾 在确协的同时 也要考虑证 所以最后 调整 邪证之间的关系 有个最 最基本的条原则 这十个字 叫确协 不伤证 辅证 不耐心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 来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么 第一个原则 辨别虚实 那虚 那需要辅证 实 就要确协 第二 在这个基础上 区别虚实的主次 区别虚实的主次 在处理方法上 一 有先后 自别 二 有轻重 缓急 自别 在具体处理的方法上 你可以采取 公布的先后 或者叫做轻重的缓急 区别虚重缓急 时间的先后 来灵活地处理 最终的结果 记住一条 叫确协 不伤症 辅证 不耐心 这从治疗学来说 来体现 中医学的 发病的基本原理 正确处理 邪论之间的关系 即使 比如 说单纯实证 实者谢子 那必须是 重病机制 再以 不伤症为前提 在这个情况下 确认 实证 热症 你用苦寒的药精 治疗 是 热的寒子 但是 但是 必须保证 处方遣药 把握一个度 恰到好处 中医叫重病 即止 不可过计 为什么强调这个 就是不要伤了正气 反制 叫扶症 不耐邪 虚症 要扶症 但是 必须考虑到 不留置邪气 不阻碍邪气的 确除 这样做 才叫正确地处理了 邪中之间的关系 在临床上 具体处理方法 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 可以分为 先攻后攻 先攻后攻 或者攻攻同时使用 所谓先攻后攻 是 先去邪后辅症 分出来先后 第一 单纯使用 辅症 或者缺邪 单纯辅症 它的实用症是 症虚邪不胜 以正虚为 主要矛盾的病症 或者是虚症 或者是真虚假实症 前面我们讲 邪症胜衰 或者是虚症 单纯的虚症 气血一样是虚 或者是真虚假实 我们前面讲 自虚有胜后 它反映出来的 正后的特征 就是真虚假实症 辅症 我们前面讲 脾虚辅障 自虚有胜后 真虚假实 那么 贱脾一气 辅障这样消失 所以叫辅症 确邪 他的条 实行证是 邪气胜而正未衰 注意 正未衰 他表现的 正后特点 并一探是 以邪症为 主要矛盾的病症 或者是 典型的实症 或者是 真虚假实症 我们前面讲 这个真虚假虚 大肆有衰 大肆有衰 举了个干化 敷水 这个例子 大肆有衰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确切 条件是 正未衰 也强调 正未衰 现在这样一个条件 是指 正气可以 耐受 确斜 耐受 功法 在这种情况下 暂时可以不考虑 扶证 暂时进行确切 在这种情况下 使用单纯确切的方法 并用 就是他俩同时用 同时用 以确切 以扶证为主 叫扶证兼确切 它使用于 虚实夹杂 以正虚为主的 二 确切兼扶证 那就是 它的实用证 使用于虚实夹杂症 以协实为主 分清 虚和实的 主次 扶证与 确切并用 它 使用于虚实夹杂症 要遵循 首先要分清 虚和实的 主次来确定 扶证兼确切 就是以 扶证为主 确切兼扶证 是以 确切为主 最终达到的目的 扶证不耐斜 确切不常证 在确切扶证的应用上 单独用 确切 单独用扶证 或者两者 同时并用 第三种方法 就是 分清 先后 虽然 既要扶证 又有确切 在处理上 可比不同时 在一个时间点内 同时进行扶证和确切 可以 就实际而言 有先后 次第之分 这叫扶证 确切的先后 一 叫先确切 后扶证 先确切后扶证 简称叫 先攻后扑 他所 他的实际证 仍然是虚实压扎证 既要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 既要解决实 也要解决虚 但是呢 他的条件是 协胜正虚 虚不慎 可以耐攻 就可以在具体处理上 暂时可以不补虚 就确切 确切前提条件 就机体 虽然表现为虚 但是呢 可以耐受攻发 先确切 随着 确切之后 随着 先进 继续 就进行采取扶证的方便经治疗 那就是说 把扶证和确切交替使用 交替使用 交替使用的前提是 先攻后扑 先攻后扑 我们从虚实真假来看 这样来讲 这个处理方法 比如说确切 就那个干硬化浮水 我们是真 高度浮水 形体累寿 我们可以 把它定义为真实假虚 把考虑问题的焦点 放在气血水 三者 焦香为汉 形成 气质 血液 水平 看协计词 真实 而呢 四肢累受 精神伟媚不认 那么这全身 看正虚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 采用 单纯 确切的方法 也可以 采用 确切 浮证 同时 并用 那就 把握这个度 单纯浮证 迅速地 让它 把水 急着指标 把水排出 暂缓一下 那么 为 浮证和确切 并用 提供一个 创造个良好的条件 那稳妥的办法 就是 确切和浮证 都考虑 两者 处理 他们之间的关系 比 单纯 确切 所以取得效果 可能更好 这风险还小一点 那么怎么办呢 就得分清 你是先缺 邪和后辅证 所以这个人 辅水 高度辅水 但虽然四肢累瘦 精神萎眉不振 那么 暂时攻邪 他并不能够 进一步加剧 患者正气之虚 就是说 正气还可以耐受 吃邪药 攻邪药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先 投泄药 确切的方法 使高度的敷水 使水从体内排出一些 缓 暂缓 病逝至极 随之而来 就要扶症 条件是 这个人的具体状态 虽然他心踢累瘦 精神萎眉不振 但是他虚的程度 还能够耐受 暂时 使用攻伐的药物 在这个条件下 才能够 先阙邪后复 就是先攻后侮 反之 就先补后侮 所谓先补后侮 仍然是 正虚邪圣 注意 看前面我们讲 先攻后侮是 邪圣正虚 这个术语排列顺序 那就是说 邪圣当前考虑的主要点 而正虚还可以耐攻 那么先复正后侮 邪呢 同样是虚识压杂 但是呢 正虚叫圣 邪其应援圣 正虚 圣到什么程度呢 暂时不耐攻邪 应援圣是 就上面几那个 高 干硬化富水 中要鼓掌 为例 当那个 既形体累受 精神伪媚 正虚之虚 我们经过 试诊和残疾结果 综合考察 它可以耐受 确切的药物 暂时确切的药物 不至于危机生命 不至于有随机体的 有随患者的健康 也就是说 不至于 伤症 这个时候就可以 先 供它的淤 供它的水 将来同学们在学习 古葬这门课的时候 有许个 非常简单的 很有效的方法 急行供迅速排水 缓病之急 反制 精神伪媚不振 视之累受 我们试诊和残疾结果 以及正虚之急 尽管高度负水 气血水 形成的病例产物 高度的急剧在体内 但是呢 它暂时 我们要处理这个时候 既要辅证 要确切 在这种条件上 它暂时不耐攻击 在具体处理上 要为 确切 创造好条件 使机体能够耐受住攻伐 在这种条件下 就先辅证 按照气血一样之息 先辅证 随之而来 就进行贡协 这就叫做 先补后功 这是中医学 治疗学当中 处理协证之间的关系 最难处理的 将来同学们在学习 古葬的时候 要应征体会 先补后功 还是先补后补 同样就这一个病人 要由医生 根据辩证结果 得出结论 来正确分析 邪证的主次 轻重缓急 从总的原则来说 必须 浮证和缺协 同时的结果 既要保护机体正气 又要确除 自己的学习 那么最基本的原则 就确协不伤症 浮证不耐心 这个骨葬高度浮水 既有高度浮水 弃血水 浇相为患 又有四肢累瘦 精深萎眉不入 正气衰减 越是到骨葬的晚去 表现越突出 而在这个时候 单纯浮证 单纯确协都不可以 表现得虚实加长 在这种情况下 要求医生正确地处理 邪证之间的关系 正确处理邪证之间的关系 那考察机体正气衰竭到什么程度 来确定 总体治疗 治疗过程是虚实病用的 但是这个病用 有时间先后的区分 而不像一般的情况下 多数不表现这个虚和实 不表现这么突出 一般的虚实加长 既有虚有实 一般的情况下 这才是采用病运的办法 既负证又缺协 既缺协又负证 也就是说扶证确协同时是进行 误须有先后之分 这在一个时间点同时进行 刚才举这个先骨后供 先骨后侯 狮子 在特殊情况下 病情危机 既要缺协又要扶证 就要把握好 从中体治疗 是扶证确协同时用的 都要用 但是具体处理方法上 分出先后之别 比如干化腹水 实在极了 高度水肿 甚至可以那么零心色肺 换到躺不下 在这种情况下 终于有很多办法 比如喝一口 大举原花干水 那个四早汤 商合论给创造的方子 那么后世发展了好多办法 比如说八豆二丑 可以喝进去 迅速排水 水排出去 确协的方法 但同时也要扶证 就是处理他们之间先后的关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先骨后供先后骨 本质上是什么呢 本质上是什么 不 四为 供创造条件 这一点 首先保护患者的生命 保护患者的健康 不损害的健康 在这个前提下来确写 这是学习中医治疗学 处理这个 正确处理 邪症之间关系是一个最难的 最难的地方 这里面要求不仅要有 纯属地掌握中医的理论 还有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要学会 治疗干化 大肤水 这个病人很多 现在很多呀 那就需要在临床上应征下一番功夫 恰到好处地把握住 歇实和正须的关系 具备这两个条件 才能正确处理 先攻后攻和先攻后攻 这是扶政窃习原则里面 最难掌握的一个 理论上懂 那么怎样来判断 邪症正须都存在 而正须不胜能耐功呢 这要去解合 要在临床科学里面 很好地学习 解合临床实践的经验 正确把握这个度 来决定公布的先后 这是扶政窃习的 具体应用这个原则 它采用的几种方式 一般来说 单纯扶政好理解 单纯窃习也好理解 就是扶政和窃习 一般情况下 多是扶政与窃习同时进行的 在特殊情况下 是扶政和窃习 分出的先后 最终学习扶政窃习的原则 大家就牢牢记住一条 你所采用的措施 就确邪不伤症是扶症不耐心 它其中体现了 以人为本 保护人的生命 不损害人们健康 有些基本原则 这是必须记住的 也正于这样 中医把理解为说 确邪 即 即所以扶政 扶政即所以确邪 那么这两句话 也是在 邪政交正原理之下 而抽象出来 这么两个原理 那一条就是 那么我确邪 就是为了保持 为了扶政 那扶政 也是为了确邪 总之一条 保护正气 确逐邪气 以不损害人体的正气为准 下面讲第三个 标本的环境 第一个说 标本的概念 咱们讲标本的概念 在《中医文献》里面 标本的概念 一 标本有哲学层次的意义 标于本 在哲学上 是非根本 一根本之一 的意思 在咱们中医学里面 它是个什么概念呢 它标示 主次本末 轻重缓急 就有这个意思 具体在咱们中医学里面 来分析 本和标的关系 那么 看本和标 这段矛盾 这个范畴 它俩是相比较而言的 在《中医文献》里面 大致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比如 从协政之间的关系来说 我们说 协气是标正气为本 那致病必求其本啊 那最后还要解决根本问题 还是要辅助引起正气 刚才我们讲了 缺协和扶政的关系 怎么缺协 怎么扶政 最后强调一条 缺协不伤症 扶政不耐协 说 缺协即所以扶政 扶政技术也缺协 讲的这两 从两个角度讲 表达一个思想 就是要保护人体的正气 体现中医学 以人为本的思想 中医学最高的医学目标 最终极目标 就保护人们的健康 不随害正气 从病因而言 就是病因和症状之间的关系 那么病因为本 症状是反应 病因的现象 标是现象 从疾病的标理 部位来言 我们强说理病为本 标病为标 那个标病为标 从病的先后而言 刚才提到先后后攻 和先攻后补 那就病的先后 一般是先病为标 后病为本 从病的心境而言 说原发病为本 技发病为标 分析 在中医学里面 标本的一个概念 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而言 它有条件 就处理 某些方面的关系 最常的用的表现为 邪症之间的关系 那么其次是 病因和症状的关系 再次是病的先后 新旧的关系 最后才是用它来分析 表病和理病的关系 这个要求同学们吧 中医学标本的概念 医学的概念 从这几个方面来记住 如何分析 掌握这个概念的目的 目的 就是分析 矛盾的主次 实际上还是主次 强调还是主次关系 谁主谁次 最终分析的结果 还是要揭示 疾病的本质 这是看疾病的临床表现 和现象来看 刚才 协证之间的关系来看 那疾病的缓击来看 这是从另一个角度 从标本这个概念来分析 并变本质的轻重 缓击 阻止 刚才讲福证切学生那里就有一句话 既要分清阻止 那里面有个轻重缓击 先后 实际那是从福证切学的关系来讲的 这也从本标本这个关系来说 应言是要分最终的目的 分清轻重缓击主次 在中医治疗学当中 在临床时间中 如何处理标本之间的关系 在具体治疗过程中 如何处理标本之间的关系 尊心标本的原则 具体怎么处理呢 一叫急者治标 二叫缓折治本 三标本减治 把这十二个字记住 这就是中医学 在治疗学当中 在标本这个原则制造下 就标本 全程叫标本缓击 是处理标本的基本原则 总的标本缓击原则 那怎么处理呢 凌晤处理的方法 就急者治标 缓折治本 标本减治 这十二个字 就是中医学 在标本治疗原则的指导下 具体灵活地处理的方法 根据病情的缓急 来决定 或者治标 或者治本 或者标本同志 第一个例子 急者治标 急者治标 它是指标病急迫 危机生命 或影响本病治疗的时候 在这样的条件下 在这样的条件下 先治标 那么从症候来说 有标症 有症疾 也有症状疾 有的病 是先有病疾 无论是症状疾 症候疾 疾病疾 随急 先治谁 这个急 急到什么程度 危急患者的生命 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本是什么 都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挽救患者生命 为治本提供条件 这个处理过程 就叫做急者治标 急者治标 实用的条件 一 处病 就是突然发病 病情危机 也就是暴病 中医讲 暴病 治疗不一缓 就迅速确切 使邪气不往里面深入 二 也是在学习过程中 比较难掌握的 就是我们讲这个定义 当病情危机生命的时候 或者出现了某些 危机生命的特殊症状 在这种情况下 不考虑病因如何 不考虑本如何 暂时来挽救患者生命 把这个叫什么急者治标 曾经多次提到一个大失血的问题 就大失血的患者 失血可以因为寒热虚实而来 它的本 也可以所在的丈夫不同 但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或者 拓延短时间 大量失血 出现 四肢绝逆 脉危一绝 神是昏迷 那么 这方面是大失血 是表现突出这一个症状 生命处于危机状态 在这个时候 还是按照辩证的要求 辨别阴阳寒热虚实去治疗 还是暂时的先把血止住 中医讲说 弃随血脱 大失血 随着必须弃脱 弃脱就会以危机患者生命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急者治标 暂时采取迅速止血的方法 一 可以使气不随 继续脱 别等着患者 使患者迅速导致亡羊而死亡 为 血止 就为正确地 按照阴阳虚实的辩证资料 创造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 就要急者治标 休息 这节课到这里 休息会